EPYC美国移民项目呢是指的是用国内的一家母公司到美国来收购一家子公司 当然这个子公司需要符合一定的要求 我之前的视频已经谈到了 那今天的问题我们主要来谈谈这个收购过程需要多少时间 因为这个收购过程的话一定要是完成过后才能够马上提交绿卡申请 然后提交申请过后大概现在没有排期的情况下一年多能够拿到绿卡 一年多一点 那么收购的话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明白业主是在哪个行业 他的偏好他的要求他对公司的规模还有行业还有位置有什么要求 那一般来说我们一到两个月可以找到合适的标的 找到过后的话我们会谈条款包括包括各个方面的条款 就是说包括价钱以及之后的合作的条款之类的都要谈好 谈好过后我们就签购买合同签订购买合同过后open escrow 那open escrow过后呢还有一些due diligence的限制条件 因为买方的话他还要确保要查很多东西 他可能会会计师或者律师来帮他做禁调 禁止调查 这个禁止调查的过程大概是一到四个礼拜 那同时呢 escrow还要做一些publication 有时候呢也是禁调过后才开始做publication 这个取决于买方 但publication呢需要12个business dates 这个12个business dates大概是两个半礼拜的时间 其实非常重要 它是一种公式 是说要向所有的人宣布这些公司要被收购了 那以前如果卖方有什么欠债的话 这个时候也会find out 会发现出来告诉买方 那这个时候呢 卖方就必须要把以前的欠债还清 这个公司才能被收购 这个所以呢 是对买方的一种保护 我们一定会专业的把这个是这个流程做到位的 那么如果不涉及到贷款的问题 其实外国人也不能贷款 那这样的话 publication过后就可以顺利close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找项目 然后一个月的禁调 那么还有一个月的公式 差不多算起来就是 总共是四个月的时间 这四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是在申请之前的 安排在申请之前的 因为最后我们会把所有的交易文件 打包寄给买方客户 那这样的话 他们才可以 移民律师才可以用这些交易文件来进行 向移民局进行申请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流程 欢迎关注我们 美美商业通 祝您创高峰 那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